很多人喜欢玩乐高积木 带你来认识这位乐高达人 才26岁的陈冠州 他非常的厉害 把自己的兴趣变成了很大的创意 把台湾的在地建筑像是庙宇派出所 老洋房 用乐高积木打造出来 台湾味十足 乐高积木拼成台湾传统庙宇建筑 仔细看看组装的相当好旧 屋顶的燕尾籍 还有琉璃瓦 都是利用特殊形状的积木 做得相当的巧妙 一对龙柱 庙口还有诗诗 为庙为校 大四的时候在做毕业制作 那因为想说整天画画无聊 就去买个玩具来玩 我就选到乐高这个玩具 然后玩一玩就越买越多 就开始创作这样子 至于原本小小的兴趣 现在变成大大的创意 不只有庙宇造型 派出所的景规 小国旗和楼顶的警报器 统统都有 还有古早味的洋房 楼面的雕刻 他也做得出来 它是西洋的玩具 所以比较少有台湾的元素 所以我要想办法 用一些零件去表达 我们台湾的东西这样 扫货店 理髮厅 还有小邮局 整个拼装起来 变成了台湾早期的乡村聚落 仔细看看 民宅前还停着礼车 有人正在办婚礼呢 作品不止精致 还充满浓浓的本土味 所以 谢谢大家